大家好 欢迎回来《望向》编辑部的节目时段 今节有我许珊 另外还有我们的易得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帮忙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话说这些加拿大救生艇的港人 真是救你的命 申请永居的都已经弄得相当欲酸 人家拖住你 拖了很久的那些又说自己是什么香港精英加拿大协会 就去要求人家快点审批 现在人家加拿大方面随便找一些政策上塞住你们的口 已经静了一段时间了 据说还是一个字 拖 这个拖字就是想让人知难而退 他又没有改变什么政策 你又来据不何 只不过是做事做得慢一点 哇 那我们看到现在最新的一件事 经由主流媒体这样说 那个可信性就更加高 就是这个日报 今天说了这一件事 就说在加拿大 爱民顿 有这些港人组织就来行 其实老实说 又说不督灰 不切割 不批评 现在对于谁想起大台 做大佬 又觉得分装不云 又觉得人家赚得多一点 明明你是团伙里面的人 然后跳出来扮正义 又说要灰笃爆他 出来主持公道 又说超越了人的公义 正义的底线 又说你都是同流合污 是不是啊 哥 同一类人 明显是大家的利益是不均匀 所以就是如死网破地吹爆人 然后又说互相报警 挺有趣的 牵涉到什么呢 就是有这个叫买工 因为 Stream B 来说他们是要有工作的 要找工作 要找得轻松 又有工作 然后又说要收回佣 收完回佣的话 大佬 这样也行吗 你又不是一间合法合规的介绍人做事的agency 为什么呢 如果真的做些茶钱你 请你吃饭的 也算是OK 原来不仅是相当之黑暗 包括申请PR 还有其他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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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你们来看房子 买车 什么东西 一条龙 这样吹你 哇 这么黑暗也有的 这个可能也反映出 在加拿大找食真的很艰难 所以就转空子 尝试去在一些想移民的人 在他身上赚更多的钱 而且如果你有牵涉到一些买工 或者其他不同的东西 变相可能有些涉及到虚假文书的东西 或者是偽造文书的东西 你又跟着拿这些去报警 还是怎样的 哇 这一波真是攬炒了 我们说一下 究竟发生什么事 我们有机会再叫我们的加拿大地胆家产生 再去分析 或者说更多这件事的内情 可以给大家听 一定在当地的华人圈惊爆了 话说这些爱民顿的加拿大港人组织 叫做组织E 原来四年多之前 创立了 自称一个连结爱民顿地区新旧香港移民 希望共同组织一个团结 互相帮助的香港人社区 哇 说得挺好听 互相帮助 真的是帮助吗 我好怀疑 现在有户队 据问 两个创办人现在就在网上互相发跑 你又说告我 我又说告你 你又有证据 我又有证据 什么都养出来 话说其中一个离开了组织的人 弄得像犯罪组织 黑社会那些 青龙帮 山口祖 这么厉害 原来这个组织有帮一些 Swing B的香港人买工 然后再向有关单位收回用 说他们想着一条龙壟断新移民过来的港人生意 刚才提到 什么车 保险 租屋 全部都想着杀光他们 那就最好了 话说这个Swing B要申请永居的话 由于他们在三年里面 要累积到至少一年全职的工作经验 或者累积到1560小时的兼职工作经验 所以有人选择买工 即是自己付钱 雇主就聘请自己 这种买 而不是介绍就算 那种就没办法了 否则他们找不到工 又不够时数的 唯有要这样做 这个就是最重要的 买时数 这个是骗政府 希望叫做储够宗 申请PR就是这样的 1560小时 那你就要分阶段去买 如果你有钱的话 那也算是可以的 如果没有的话 我也不知道你怎么办 可能是边做边买 你可能做到某些兼职 但你心想死吧 只有那些鸡税那么少时间 三年一定存不够的 唯有自己硬些钱出来买 即是你打工赚钱 再拿些钱 不是买东西吃 不是买东西哄自己 买公事 你都神经病 你想想多疯 要不要搞成这样 你移民都要走这些法律 很高风险 究竟有没有考虑过 所以就变了有些 拿到那个工作签证 但是有些很搞笑 就觉得不想那么辛苦 即不想做那么多辛苦的事情 可能有一些少少钱症也不一定 殊不知就去买工 例如向那些车房买 也都知道有些人 那些補中有问题 又知道另一些人有做生意 可不可以买东西 有些知道这样涉及到一些违法行为 所以就说不去搞 有些都会去买的 亦都有一些WhatsApp的图 当然说是假的 AI做出来的 什么什么的 其实他们都会开始在那里聊天 有些人说我还在存中 有些人存了四个月 那些这样的 哇你存了四个月 还有八个月未够 那怎么办 他就给钱 好心 用点心机去做工 这么困难的 他买工买回买的时数 最后就是出回证明 所谓的雇主 都要报税的 是吧 那就要花钱 那有些买工的方式是怎样呢 你就要给回大约30%的现金 那个雇主 那就算是OK的了 这样也行 他好像有份工给你 那他真的有做 你真的要返的 那份由 因为你又要给钱 雇主对方 另一种就是直接给钱 不用返就算了 这个分别在这里 这个买就纯粹什么 就纯粹给钱 就是给钱来买份工 就是给三成他 这样来算 总之有一些 真的OK的 就照给钱去买工 我想可能有些 老底都比较厚 还可以串到怎样呢 你买了工 好心你自己又要看着 如果你买了工的话 你那段时间 理论上来说是在上班 但是他竟然 还可以走了去日本 或者去了香港 这样搞笑 就到处有的 神经的 很容易串步 一对时间 例如一些车房的工 没理由叫你出差 你当劲的 如果只去了日本 我可不可以买饰吗 公司叫我指派我去日本 看车的零件 行不行 去抽名山 抽名山转转 不如这样子 神经的 买几本投文字 回来 不会的 对吗 不过 他们后来就因为 这些钱 因财失忆 噢 失忆大了 有点像勒索的成份 我知道你 买工的 现在有这些东西 你帮不帮助我 例如保险 租屋 不要了 你这么贵 你必须如何 我过河也要濕脚 对吗 就算帮人买工 也要过河濕脚 总之 这样 很惨 你变成了 敲诈 这样的话 你逼到人家 一条路的话 那便 爆你大事了 这么刺激 正呀 现在又说要去税局 报 又说这样那样 还搞笑 为什么他们会想到要 督灰这件事呢 这里有机会要 找家产生再说 原来 还有些人就说 帮忙协助 这些移民的港人 原来是收集了他们的资料 然后再去 敲诈他们的钱 如果你去报加拿大税局 举报的话 如果真的查到有人 漏报 或者门税等等 举报人会有15%的分红 都不错 这么多的 当然 老虎蟹都举报了 有钱收 挺好的 是呀 很搞笑的 为什么他们会 反抬呢 或者为什么他们会 开始 有 心病呀 要怎样怎样 要互相爆端呢 就是因为 他们这些移民 港人 很喜欢搞什么夜市 搞夜市 没什么特别 有什么问题呢 我们去到一个夜市 都是吃买玩的 是 他们不是 他们说 就是 据他们所说 有些组织 例如有个人 你都没有帮过手 也都没有参加过 前期的工作 接着就走来打卡 再加个字 就说 哇 很辛苦 但是呢 今次就 夜市举办得很成功 什么什么什么 这样的 有一些人说 又出来了 亏生意 又这种 又这个 又那样 又那样 再接着就 又不知道 又不知道 亏道 又是什么 侵犯版权 还是什么 知识产权 什么 什织产权 又要改名 又要整个 又要整个 随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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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加拿大的经济真的不太好 赚钱越来越难 所以现在就要向自己人开刀 平显是这样 这样搞法 这些肉酸才不糟糕 现在还要爆裂出来 互揭阴尸 对于这个叫买工这件事 已经在报道出了 究竟会不会 惊动到加拿大方面 可以叫更加热手 甚至乎呢 我们知道你有些古怪的 不过你这帮人 又喜欢留在那里 这么犯贱的 好 那我就让你继续留在那里 但我就不查你 让你自己在那里害怕 那你就可能心虚了 咦 你心虚会告我的时候 可能会 你的PR 我又不批你住 我就吊住你的人 那我就继续在那里磨 那玩死人了 可以吗 绝对可以 可以吗 可以玩死他们了 不过现在加拿大做事就是这么慢 一路得个拖字 其实之前我和家餐生做的 都说过很多印度人都遇到类似的问题 他们自己的签证就被加拿大政府在那里拖住了 搞到不上不下这样 挺惨的 这个也不能够完全怪得了加拿大 因为加拿大又不够人手 政府处理不了那么多东西 但是一向以来 加拿大做事的手法都是用这种方式的 政策就没有变的 但是在执行起上来 用时间拖轨 大胆估计 英国到时5加1 你申请的定居的时候 都是这一招 是 比较多的了 等你逐一逐 不逐就算了 是吗 走咯 举时就走 只有十几万人 20万都未到 不要那么困难了 除非你们说全部都是精英的 产出是很厉害的 不然的话 拜拜你的尾 或者人家都挽救你们这群人 受救了 你们有些生活费都光顾 这件事 我们暂时讲到这个位置 我们等待家产生 然后再去爆瓶 或者究竟加拿大政府 会怎样去搞这群人 因为这件事 煲到几大 我看到很多版 报纸的内文都寫了出来 整件事 图文并某撼穿他的头 好看 大家有兴趣留言 下一部由加探生 和台阳再去分析 好 到这里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